稍微回顧一下 我們到這邊講了什麼 我們到這邊為止講了信賴區間 然後平均值的信賴區間估計 但是我們在做平均值信賴區間估計的時候 我們是假設SD 也就是那個標準差是已知的 也就是剛剛這個例子 我們用這個例子 我們標準差設成2 這個是已知的 但是事實上母體既然不知道平均值 當然不會知道標準差 所以標準差是已知的假定是不對 根本就不能用 那這裡就有個問題 我們不知道平均值 我們也不會知道標準差 所以這種退步程式沒有什麼用 所以R軟體其實預設沒有納入這樣的函數 因為它沒有用 因為它沒有用 但是我自己寫的原因是因為這樣比較容易了解 那接下來我們要用的 就是說當我考慮標準差之後 標準差不確定的這現象 我就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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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變因素的更好 也就是樣本標準差 來推估標準差 那這時候就再多了一層推估 多了一層推估 它就不能用常態分布 那這時候它要用什麼分布呢 要用T分布 基本上就是常態分布考慮到標準差的結果 常態分布考慮到標準差的結果 這個T分布是跟樣本的數量有關的 T分布跟樣本的數量有關 它有一個參數叫自由度 這個自由度會影響到T分布的形狀 我們來看一下T分布的樣子 如果我今天畫出這個東西 畫出常態分布 你會看到它是黑色的線 黑色的線這一條 最高的這一條是常態分布2 如果我畫T分布 然後自由度是25 用藍色的線畫 你會看到 藍色的線跟黑色的線是不是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但是藍色的線在最高的地方稍微低一點 但是低的地方稍微高一點 所以幾分起來還是1 這個是自由度25 自由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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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綠色的線 自由度3 綠色的線是不是更低 所以T分布基本上就是常態分布 考慮到自由度的一個修正 這時候 軟體裡面就有這樣的函數可以用來做平均值的信貸區間推估 但是它不只做信貸區間推估 它其實做的是檢定 檢定就包含了信貸區間推估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檢定 這邊呢 我們剛剛的那個S 剛剛的S 我們把它印出來 這是25個樣本 25個樣本的S 我現在對它做檢定 我現在對它做檢定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我對這一個25個樣本的 的樣本群做檢定的時候 你會看到 它說自由度是24 DAF是24 因為自由度 所謂自由度的概念都是樣本-1 那它的P value 這個叫做顯著性 顯著性的詞呢 它是在2.2乘以1的副詞 六次方 這代表它非常不顯著 它不可能是這樣 它到底在測什麼呢 它在測說 你看它這裡寫 Altimate hypothesis True mean True mean is 它的一波圖0 也就是說 它的平均值絕對不是0 當然不是啊 因為我們是用八採真 八距離0很遠 它的平均值會是0 還奇怪 所以它說 它平均值幾乎不可能是0 因為它的顯著性是2.2乘以1的-16次方 所以2.21-16就是2.2乘以10的-16次方 那這是非常低的一個機率值 所以幾乎不可能是0 那它的1395的信賴區間是在7.91到9.12之間 OK 所以應該是在這個範圍裡面才是合理的 超過這個範圍都是在95%的信賴區間以外 那就是真的是中熱痛 才會有可能 那所以它的 平均值 平均值推估的平均值是8.5197的話 這不就是剛剛的問題 所以呢 當我們這樣子去推估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推估 跟現在的推估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的推估是 min.range 然後呢 s 然後這裡sdm2 我們剛剛的推估呢 有一點不一樣 平均值都還是一樣 8.519728 但是呢 95%的信賴區間有差別 因為這是用T分布 這邊是用常態分布 那這邊確定 確定的標準差 這邊其實是不確定標準差 還要從樣本標準差裡面去推估 所以它的範圍不太一樣 這邊是7.73到9.30 這邊是7.91到9.12 所以這個範圍比較窄 這個範圍比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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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用T點test來做檢定 但是我們這個T點test 預估我如果不加入 不加入平均數的意思 就是說它認為平均值是0 那這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我們把平均數加進去 我們把平均數加進去 再來推估一遍 所以如果我認為平均數是等於8 因為我們剛剛是用8產生出來的 那它說PValue是0.08 也就是8% 顯著性是8% 那它的95%性在區間 是在7.91到9.12的時間 所以它說 True mean is not equal to 在4.uldade上的2.2 Normative hypothesis 所謂 Alternative hypothesis 所謂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在這種檢定上面有兩種假設 一種叫Nor hypothesis 就是虛無假設 另外一種叫對立假設 至於什麼叫虛無假設 什麼叫對立假設 我們來看一下 簡定的概念 對立假設 虛無假設 顯著性到底是什麼東西 直接看一個例子 會比較清楚 所謂的對立 這個假設有兩種 我們來看 第一個,如果對於 μ等於0的情況 我們的虛無假設就是 μ等於h 對立假設就是 跟虛無假設相伴的 就是μ不等於0 我們想要檢定的這件事情 就是μ到底等不等於0 這件事情 如果μ等於0的話 那我猜錯 我猜μ不等於0 我要讓它機會很小 同樣的 μ不等於0 我猜成μ等於0 我要讓它機會很小 這種是檢定的功能 所以我們 檢定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檢定錯誤 檢定錯誤 我們要讓它機會盡可能小 所以如果 有時候 這個h0是真的 就被我們拒絕了 那我們就犯了一個錯誤 那如果h1 才是真的 也就是h0是假的 但是 我們卻無法拒絕 那我們也犯了一個錯誤 如果h0 如果h0是真的 我們無法拒絕h0 那我們是對的 如果h1是真的 我們拒絕了h0 h0跟h1的相反 我們拒絕了h1 那我們也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讓這兩個機率很小 讓這兩個正確決策的機率很大 這就是檢定的用途 我們有回過頭來看這一個例子 回過頭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它是在說 OK 所以 μ等於8 這個就是虛無假設 就是虛無假設 那μ不等於8 就是對立假設 好 我們在解定 μ到底的不等於8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 對立假設是μ不等於8 對立假設 也就是h1是μ不等於8 那它的95%信賴區間是這個8 這個信賴區間包含了8 所以它是傾向於認定 認定哪一個假設 它的信賴區間既然包含8 它是傾向於認定哪一個假設 h0還是h1 它傾向認定h0 也就是 也就是μ等於8 它傾向於認定h0 其實它不是認定h0 正確的假設應該是 它無法否定h0 它無法否定m等於8的可能性 所以它沒有辦法拒絕 m等於8這個假設 沒有辦法拒絕 沒有辦法拒絕 沒有等於8這個假設 那就暫時相信它 暫時認為它是有可能的 好 那它的p倍率是0.72 這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值 p倍率0.72 所以它的顯著性其實是很高的 很高的話就代表說 這是很有可能 如果顯著性像這個 3.562 乘以1的545次方 那這個幾乎是不可能 幾乎是不可能 所以 它的 它就會被拒絕 所以你可以看兩個地方 來決定要接受 還是要拒絕 一個地方是p倍率 顯著性的判斷標準 就是p倍率如果是小於0.05的話 那你應該就可以拒絕了 那如果p倍率是在0.05以上 通常我們就不太能拒絕 那另外一個是看性代曲線 如果你的性代曲線 跟你檢定的對象的值 是落在性代曲線以內 那我們就認為說 OK它是蠻有可能的 如果是落在性代曲線以外 那就是蠻不可能的 OK 所以這裡是在做檢定 那檢定這邊 不一定檢定μ等於0 有時候檢定μ等於8 或者μ等於5之類的 這裡只是一個範疑 所以我在檢定就在檢定 0均值到底是不是某個字 如果是的話 那就是h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h1 那這種東西叫做 雙微檢定 雙微檢定 就是我檢定是等於這個概念 那就是左邊切右邊切 但是另外有一種檢定是單微檢定 那單微檢定的話 我檢定小語 或檢定大語 那那個曲線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 所以我們現在 這部分會開始 是真正統計學的核心 那請各位一定 要趕快問 我相信90%的同學 即使聽到現在 今天聽到現在 這些東西都感不懂 好 那能夠搞懂這些東西的人 你才有辦法 跨入統計的門檻 搞不懂這些 其實你趕快問 那我沒有辦法 用這樣子講的方式 就讓各位可以理解 所以你一定要去想 你一定要想過 想過之後 你能夠寫得出層次 不需要寫成題 下得出指令就夠了 你能夠下得出指令 就來讓你理解 等一下我出題 我直接出個題目 都請你檢定某個東西 那你告訴我 它的顯著性多少 然後呢 現在區間在哪裡 OK嗎 那我們 待會兒直接出門 請各位 先看一下 整個 整個檢定的概念